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戴安娜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化學的人身 Hello袁醫生 Hello戴安娜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發燒恐懼症 現在家長很怕小朋友發燒 是的 其實一般人如果你問他們對發燒怎麼看 我相信今時今日大部份人都覺得發燒是很危險的 是的 經常怕發燒太高就會少懷孕 亦都看到我們一般的日常生活 小朋友去什麼地方 去那些play group去玩 通常他會幫你量一量體溫的 就算你陪伴孩子進去也好 他都會量體溫的 我們在海關和過關都經常看到 那個一個探熱器就經常射到你 所以很容易給人一種的感覺 其實發燒是一種不好的東西 是很危險的 其實大家可能都記得 我回來香港第一件事 我錄了一系列的錄音帶 那時候用錄音帶 現在就變成CD 有四項基本錄音帶 第一項是說如何選擇適當的醫療 第二項是說發燒是有次敵 第三項是說同流療法 第四項是說健康飲食法 其實發燒是有次敵 我都成二十多年前已經錄了這個資料 在我們的網台過去都經常都有提及一下 但是可以看到 時至今日 一般人的對發燒那個感覺 都是覺得發燒是危險的 這個是非常之可惜 我行醫了三十年 我亦都看了很多很多小朋友的毛病 我通常有一本書 這本書是一位美國的醫學院 一位兒科教授寫的 這本書名叫做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即是如何去撫養一個健康的小孩子 雖然你的醫生在教育 這位作者是Robert Mandelson 他亦都拿到很多獎 他拿到很多教育的獎 他亦都是大學裏面的教授 曾經是Ellinois醫院的主管 那他這本書呢 是講很多一般人的錯誤處理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位兒科教授 這位不是普通兒科教授 是得獎的兒科教授 他對發燒是怎樣看的 這個是可以說是書裏面的其中一個內容 他說呢 他說呢 他都講到 即是在美國的環境 那大部分人呢 如果是一有發燒 即發燒 就馬上通常就會打電話 或者去約醫生 那樣 那當然 那通常呢 原來呢 即在美國呢 原來很多人去看醫生的原因 原來發燒是佔30% 在一個兒科診所裡 佔30% 我相信香港可能不止 可能不止 那通常呢 他說呢 如果你一般人 打電話給個兒科醫生 你說我小孩子是不舒服的 那通常呢 兒科醫生的第一個問題 就說呢 他有沒有幫他量體溫啊 那你又跟他說 他101或者104 那這個兒科醫生 通常呢 叫你 你給他吃 阿士奔尼先 然後帶他來診所 約他時間 那他就說 這種這樣的反應 差不多是一個 就是普及 一般都是這樣的 那 那Manderson他說呢 他說 我相信呢 你不論你說什麼都好 你如果告訴你 你的10元仔 那個體溫110度 那他可能都是給你 同一個答案 那好了 那這個問題呢 你已經看到了 就帶一個10元仔去診所 通常第一件事呢 他怎樣呢 你會幫他量體溫 是 在我們的診所裡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很少做這件事的 那也有時候 被一種人的錯覺 以為我們是不是 為何不做這些 基本的醫療的步驟呢 那 那萬德遜醫生就說呢 其實做這件事 沒有什麼錯的 那通常呢 起碼呢 就是 有沒有體溫呢 也是一種一種線索 就是一種診斷的線索來的 那 但問題呢 就是呢 那個發燒呢 就是有沒有發燒呢 那個比重呢 通常呢 是比得太高 就是我們需要知道 但呢 這個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那你去到那時候呢 通常你 原來你見到醫生 醫生就看了一個體溫 哦 嗯 一百零二度 嗯 好了 我們要做些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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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不用 這是一種很誤導人的 就是不可以說 因為有些發燒呢 你就一定要做些事的 那 那 除非你有其他的症狀 譬如他很不安 或者一些不尋常的行為 或者呼吸系統有困難 或者呢 有其他事情呢 就可能顯示 他有些更加嚴重的病 例如有白痕 或者腦莫炎 那 那 那 如果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呢 你的醫生呢 就不應該令到 說任何事情令到你擔心的 應該就叫你 沒事的啦 你回家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應該正確的做法來的 那 那 當然 因為大部分的 醫護人士 醫生 都是對發燒那種 那種行為呢 都很容易被大部分的家長呢 覺得呢 他那個發燒呢 是很害怕的 很重要的 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沒有什麼需要害怕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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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没有叫正常的体温 不是每个人都是37度或者98.6度 就叫正常的体温 其实我们的人98.6或者37度 只不过是一个我们叫做统计的一个平均数字 不是一个叫正常的体温 就应该这样 其实不是的 其实正常的体温是因人而异 有些人会高一点 有些人会低一点 没有人是98.6度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对审民仔来说 原来有一个研究 就是量了审民仔的体温 发现原来他们的差异都挺大的 他可能会96.6度或者35.9度摄氏 去到99.4度或者37.4度 那就是说 大部分的小朋友的温度 都是介乎96.6度到99.4度之间 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健康小朋友 那个温度是98.6度 好了 我也都知道 其实在一天里面 体温都会有高高低低的 通常在黄昏下午 应该是比较晨早上早上早上高高一度 好了 那就是说 在吃饭晚饭的时候 量的体温可能会高过日头的 但也是在当时 在这段时段来说 是一个很正常的体温 这就是事实一 事实二 他说 你孩子的体温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是会升高 但不是一定不是代表他有病的 OK 有时候 比如他小孩可能因为吃那些 很肥利的东西 很难消化的食物 他体温会高的 也有些排卵期的年轻的少女 在青春期的时候 排卵期的时候 他也会高一点 也可能是因为 你有一些某种药物的副作用 比如那个抗敏药 和其他的药物 那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的体温升高 不一定是代表有病的 好了 事实三 那 通常 如果你是有 有些发烧 你要关注的发烧 通常是有一种 很明显的原因 导致你的发烧 大部分的发烧 如果是代表有严重的问题的发烧 通常都是因为中毒 或者是暴露在一些好毒物的环境里面 或者是这些情况 导致你出现 所谓的 我们叫做 我叫做 Hit Stroke 又不是中暑 总之是一种 这些因素 导致你的体温升高 有时候我们都看到 或者看电视 有些人在士兵 在那里粗痕的时候 步粗痕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跌了下来 或者是有些是马拉松的长跑 突然之间在暴露之下 突然之间暈倒的 这种情况出现那些体温的升高 可能是很高的 可能是107度 或者甚至更高的 这种这样的高烧 其实就会 令到身体出现 就是会伤害身体的 那现在这种情况 有时候 那些人去Sona 就是去Sona的太内 最高时太内 都会令到体温 高到身体是失控的 这些就是 很明显的因素 导致的高烧 这个我们就应该要特别留意的 有时候可能你发现 你这个Sona可能吃错一些毒物 那马上要送他进医院也好 急诊室 那你当然 你要 带他去医院里面 就要将你 你怀疑可能他吃那些毒药 那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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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罐 或者 那个 瓶 要尽便带上去 那因为呢 这个是帮助 在医院里面 可以急急 去帮他 就是解毒这种的做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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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件事呢 你要 就是要 要警惕的 就是 如果你 肾瓶子突然之间 就暈倒 或者突然失失之觉 那可能很短暂的 比如在那个 在热日之下 或者在Sona里面 蒸热度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真的 就要 当然这个时候 就不是打电话给医生 你直接要入医院 医院急诊室 这些外来的 因素 导致的体温升高 其实呢 可能会有 挺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情况出现的高烧 代表身体的防御机制 已经崩溃了 即是身体没有办法 防止身体的体温 继续升到一些所谓危险的水平 当然了 这种情况导致我们的体温的高烧 其实都是很少的 也都很容易可以看到 一般的所谓 也都会让你知道 是要立即处理 事实第四 他说 他说我们身体的体温的度数 是似乎你是怎样量的 我知道呢 钢灯在小孩子 比较年纪 比较年纪大一点 钢灯的温度 通常比耗的温度 空到一度 而肩膀探的肩膀大概是低一度 但如果是嬰儿的时候 嬰儿的肩膀探温度 通常与口和肩膀探温度相差 如果你遇到嬰儿去探嬰儿的体温 其实用肩膀探温度是足够的 因为有时候用肩膀探温度是危险的 有时候不小心会刺穿它 如果在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 其实死亡率是差不多一半 你都猜不到 有时候我们都听到 没理由一个孔子刺穿了 为什么会这么危险呢 所以通常万德塞医生说 严科教授说 尽量不要用肩膀探温度 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是嬰儿的时候 你只用肩膀探温度 或者用肩膀探温度 其实是相差的 有时候用手去量一下 摸一下他的额球之类 他说这个不是很准确的 因为他做过研究 给一些所谓 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做 其实他们都拿不到准确的 即是说不要用这种 简单拿手去量一下的方法 好了 事实第五 他说虽然 我在一般的处理发烧 我也是认为是不需要医 一般的感染性发烧 其实是没问题的 亦都是身体自己打仗的 但是如果是出现一个初生婴儿的时候 那就不同了 因为初生婴儿 即是说初生没多久 大概两个月之内 高烧是很可能在生婴儿的时候 那些所做的步骤是弄伤了 或者可能有遗传的原因 是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亦都可能是因为弄伤了头皮 头皮有些脓肿 因为很可能在出生的过程里面 他用那些探测器 或者有时候是吸那些水 不小心入了气管 这个会导致出现肺炎 亦都可能在 因为妈妈在临盆的时候 吃那些药物 这些可能是导致一些问题 或者可能割包皮 有时候都会导致感染了 所以如果是这个 因为是初生婴儿出现高烧 他认为都应该要立刻 就要去给医生去跟进 事实第六 如果你BB有高烧 就不要忘记 他可能是因为穿衣做得太多 这个其实在中国人里面 其实都挺常见的 因为始终香港的环境 始终室内的暖气 都不是那么普遍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因为一般中国人 把一个小孩包得很厉害 包得很厉害 所以有时候 他看完升高 都是因为你穿衣服 穿得太多 通常 要穿多少衣服 其实如果你穿多少衣服 其实差不多 例如你自己穿了三层衣服 三件衣服 那小孩其实穿三件衣服 都足够了 所以都要不要疏忽 可能因为你穿衣服 穿得太多 令婴儿体温升高 事实七 他说大部分的烧都是病毒 或者细菌感染的 而我们身体的防御机制 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抵消它 不需要医疗的辅助 那他说 他说 婴儿体来说 无论什么原因也好 一般的感冒 发烧 是导致体温升高 是最常见的原因 就算是这么高也好 其实我们也不用担心 不需要有什么恐惧 唯一可能出现的危机 就是脱水 这些情况是什么病 都可能会有 尤其是出汗出得很厉害 或者呼吸很快 或者咳嗽 或者流鼻水 吐吐吐吐 这些情况 都可能会有 会导致那个人 就可能出现脱水 所以你一定要 让小孩子 喝足够的水分 足够的补充水分 通常来说 每一个小时 起码给百安士的水分 那这些水 最好就是有营养价值 当然 这是很毒很大量 一大杯水 那么小孩子 未必肯喝的 总之怎么也好 你要给水分 不论它是果汁也好 就算是茶 汽水 总之他肯喝什么 你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水分方面 要补充的 好了 那 你也要看到 它是否一个病毒性的感染 或者細菌性的感染 其实不是那么难看到 通常它有少少咳嗽 可能鼻塞 或者可能流鼻水 在这种情况之后 其实不需要去看医生 也不需要用什么的药 只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一种是所谓病毒性的感染 或者細菌性的感染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没有什么医生可以做的 没有什么药物可以 令你医好了病毒性的感染 或者令到細菌性的感染 可以快点走 因为你的身体 不会快得身体能够做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后 其实也不应该用什么药物 去做任何事 当然 很多时候 有些人给药物 令药物不太辛苦 但问题是这样的 这种药物 虽然可能令药物不太辛苦 但也干扰我们身体的自然治疗能力 没错 所以尤其是抗生素 这种药物的不好处是多于好处 好了 事实第二部分 他说 其实温度的高低和病的严重程度 其实没有直接关系 很多人经常以为 温度越高 就以为病是越严重 会比较紧张 对 会比较紧张 很少 他都觉得很高 原来他们做过研究 发现 一般的家长 如果你问他什么高 他认为100度到102度 都算是高 当然 如果你103度 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很高 也很多人还是这样想 如果温度越高 其实病就越严重 其实根本是没关系的 你温度高低和病的严重性 是没关系的 你不可以从小小的发烧 知道他病得很严重 好了 所以如果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你不需要常常围着小小小小 不断帮他探议 因为你只会干扰他 令到大家都紧张 其实拿这些资料 对病情是完全没关系的 譬如有些病 譬如我们叫玫瑰疹 玫瑰疹 通常是一天的麻疹 通常他的温度可以很高 可以去105度 但其实没什么 大家都知道 玫瑰疹是没有很刹创性的病 是很弱的病 通常小孩第一个高小小 通常都是玫瑰疹的 而有很多其他病 可能很严重 它可能也没有很多 就是温度不会高 所以不要以为 温度越高 病一定是越严重 温度越低 就等于病不严重 有些严重的病 其实温度有一些都不会高 好了 我要留意什么 留意其他的症状 不要只看烧高低 看看有没有吐,有没有呼吸的困难 这个是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又没有其他的症状 只不过是干烧也好,就算去到105度 其实也不需要担心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 这种温度是否因为一般的伤风感染 而不是因为老莫尔 我们通常是看整体,看人的表现 行为,和小朋友一向做的事情 他有没有特别的表现,觉得他很不舒服 他有没有好不安,或者神志不清醒 或者有些很特别的,很古怪的行为 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持续成一天两天 可能你就要警惕了,要找医生 但如果他温度是高的,但玩得开心心 他平时的行为没什么大分别 所以你也不需要担心,这个病是一个严重的病 所以很多时候,那个问题 就要看一般的行为 不要经常看着温度的高低 明白 事实第九 他说,他说一般的发烧 因为病毒或者细菌感染的发烧 就算你不理他,是很少很少 温度会高于105度 所以,通常如果医生一见到神仓发烧 就开发烧药,其实可以这样说 其实一个是非常之不好的 对神仓是不利,对你不应该这样做的 通常他们不会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你要加压降低温度呢 因为你将温度降低,其实不等于室温会舒服些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一种机制 是自己的内有机制 可以令到身体的细菌感染的温度 是不会去到106度那么高 是非常之非常之少的 通常是中风,或者中毒,或者外流的因素 例如我们所说的Sonna 这些情况可能会高到106度 但通常要看他平时的行为 如果他平时的行为不觉得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太执着 要做一些事情去帮他降温的 嗯,明白 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了解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杂质,陆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理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发烧恐惧症 我曾经跟大家一直都分享 是这位美国疑科教授的本书里面 所讲的是关于发烧的迷思 应该如何处理 好了,我曾经讲到九点 第十点,即事实第十 他说,任何的企图去减消 例如用药,或者用那些搅拌 即使用水,冷水,或者用那些酒精 其实他说,不单是不需要 其实比不需要更差 他说,基本上对身体更加有害 因为如果你的小孩有了感染 有发烧,其实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件坏事 他之所以出现,因为我们的身体 在感染的期间 出现一些Pirogen 是一种发烧毒 这种这样的毒物 身体感染之后出现的毒物 是令到我们的身体体温升高 其实可以这样解释 这是我们身体自然的 对付疾病的一种基本的机制 那就是说,身体有发烧 就告诉你,身体的正常的维修机制 是进行得非常之好 其实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当身体出现了所谓感染 身体的防御机制 所以就立刻进入了一个防御的工序 第一件事就会制造更多的白血球 我叫Nucoside 这些白血球当然会去杀细菌和病毒 所有将那些污蔑组织死的那些屍体 带离开身体 这些白血球的活动 这种活动 这种活动,杀菌活动 当然会增加了 比一般来说增加了 这种活动 也会去到受感染的地方 即大量走去那些地方 这种这样的过程 我身体就会产生一种 Pyrogen Pyrogen是发烧毒 简单来说 Pyrogen是消炎 这种活动 这种活动会令身体的体温升 所以就有这样的发烧 即是说 我们身体之所以发烧 是显示 我们身体的维修机制 是加速进行中的 所以其实我应该很开心 10分之后 认识发烧 就是不应该害怕的 当然 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事情发生 譬如铁 铁 我们的细菌是需要铁 来生存的 我们身体会发败手 将铁由血移走 将铁收藏在肝内 这个是帮助 减低细菌繁殖数字 我亦都有所谓干扰素 interferon 这种干扰素 当然是我们身体自然身体产生 可以对付疾病的能力加速了 我们也看到 如果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是用人工制造的发烧 在动物里面制造的发烧 我们发现 这个动物的实验 就是在米芝根大学 Professor Kruger 是用蜥蜴做的实验 你知道蜥蜴的体温 是反映环境的温度 它自己不是一种温血动物 它是量血动物 所以我们很容易控制蜥蜴的体温 就视乎你真的在什么环境 这个研究 将蜥蜴把蜥蜴感染了 感染了蜥蜴 有些蜥蜴放在一些地方 令蜥蜴可以增加 亦有些蜥蜴放在一些地方 蜥蜴不能增加 发现 如果我们能够将蜥蜴的体温 人工来增加的时候 它们的死亡率就会低 如果你令到它没有办法 体温提升 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这个明显的研究 是发现 其实我们身体的发烧 是我们身体的朋友 我们不懂发烧 我们差不多不能够抵消这些感染 我们的死亡率会很高 所以 如果我们企图 用药或者用水的降温 将温度去减低 其实是不好的 是没有这样的需要 我应该有它的发烧 即它自己要发多久 有它慢慢去做 它应该要做的事情 当然 很多时候 有些人都忍受不了 吃了Acetomatophen 之类之类 但最多来说 我觉得 不要再进一步去搞它 有时候一般的发烧 如果它是 就算持续三天 也好 或者多过三天 也好 其实也不需要太过紧张 一般有时候 审人仔也是这样的 当然 最重要是 看看它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看看审人仔的样子 看看是否真的很生病 有些审人仔 只要玩得 吃得嘻嘻嘻嘻嘻 虽然它消瘾在 就算两天三天四天 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 即是说 如果我们把发烧强压压压 你可能就以为令到它舒服些 但是你也干扰它自然的维修机制 所以 大家要考虑得到 不要那么容易用这些药 尤其是用亚时巴宁 你知道了 亚时巴宁是有一种 即是有些年轻的人用 或者年轻人用 它有时出现一种很严重的后遗症 叫做Rye syndrome R-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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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审人仔因为病毒感染 感冒或者chickenpox 你用亚时巴宁的药物去按摩 它有些后遗症 可能会出现Rye syndrome 这种Rye syndrome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死亡率一半 就算不死也好 伤产也很厉害 所以很多时候 今时今日 很多医生都不用亚时巴宁 用Tyrannol 所以叫Tyrannol 即不是亚时巴宁那类的钢焦药 它是Acetomenofin Tyrannol 虽然可能会减低Rye syndrome 但这种药物对肝和肾 都是一种毒物 尤其对孩子来说 有些妈妈也好 吃这种药物在临盘 或者生生小孩的时候 吃很多这种药物 可能会出现脑出血 因为很多时候 是吃亚时巴宁 导致的 虽然是妈妈吃 不是婴儿子吃 始终是薄血药 也会被吸收到 很多时候 人们会用酒精 千万不要用酒精 因为酒精 对一般的暖水来说 其实不是那么大的分别 但你知酒精 酒精会有气 有酒精会化为气体 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毒气 所以 Madellson说 不要用这种酒精 或者冬水 如果你要做 用一些温水就可以了 用一些温水 因为水本身会揮发 是不需要用冬水 来量身体 更加就不要用酒精 因为酒精那些 酒精那些 揮发的那些 酒精器 其实对审物者有毒害 好了 第十一点的事实 他说 他说 因为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的发烧 是不会导致脑坏 或者是永久性 长久性的身体的伤害 OK 那通常 为什么那些人 就经常这么怕发烧 因为经常有一种 这样的意识 因为如果发烧 会发烧烧肛 会烧坏脑 这样子之类 其实这个 这个不是正确的 不论你的家长 怎样说也好 怎样害怕也好 其实可以这么说 在医学文献上 其实我们都未曾有 任何的文献 是证实过 是因为发烧而导致脑坏的 那当然 你很可能 是有其他的某种的病 那你可能有脑膜炎 或者有脑炎 那当然 脑膜炎脑炎 本身是会有发烧 因为身体都企图 用发烧的方法 去帮你去处理脑膜炎 但结果你脑膜炎 弄坏了脑 其实不是因为发烧 只不过发烧都会出现 但只不过发烧 是企图帮你去处理脑膜炎 不过可能不足够 对不对 所以大家记住 其实在医学文献上 我们没有任何真真正正的文献 是证实过 是会有脑膜炎的情况 好了 这位是疑科教授 他行医成几十年 他说 他现在怀疑 有几多个疑科医生 在他几十年的行医里面 是见过发烧 一两宗发烧 是高于106度的 可以说根本是很少很少的 那自己 那麦德尔森医生 这位疑科教授 他说我自己是处理过 数以万宗的小孩 其实我只是见过一宗的发烧 是高于106度的 他自己是一个疑科医生 处理过几万宗的小孩 其实基本上 根本是少之又少 那么他说 他说 我们估计根本是 百分之九十五的 10小孩的发烧 他的提高的温度 都不会升到105度 或者40.6度 那就是根本是 升到这麽高 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想着 哎呀嘛 他升到很高 那加上 体温升高 和病高的严重性 是无关系的 好了 那事实第十二了 很多时候 那些人都怕着 发烧会导致抽筋 是吧 那他说 其实高烧 是不会导致抽筋的 他说抽筋之所以出现 就是当那个温度 是升得很快 OK 即是那个温度的升率 那个速度 是导致有些小孩 可能是会有抽筋 但不是说 因为他的温度 是高到那麽上下 才会抽筋的 那当然 那你虽然说 那你虽然说 那大部分家长 如果见到那小孩 发烧会导致抽筋 他觉得很可怕 那 那但是呢 那这位 可能有4%的小孩 那些小孩 就会出现 发烧会导致抽筋 OK 那也都没有任何的资料 显示 他们是抽筋之后 有些什么 任何的 任何的严重的后遗症 那 那他们呢 曾经有个研究 是跟进1,706个小孩 是出现发烧抽筋的 从来你未见过一中 是因为抽筋而导致死亡 或者是严重的 身体的机能 出现有任何的问题 那所以呢 也都没有任何的资料 是证实到 细纹仔 童然的发烧抽筋 是会令到大人 是成然的时候 那个发烧掉机会是高了 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 OK 那好了 那当发烧抽筋的时候 其实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其实往往呢 其实呢 当你想做事的时候 其实真的 没什么可以做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你帮他用药 或者用那些降温 拿水降温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 通常都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通常这些抽筋 是出现得很快的 是吧 那通常你要做事的时候 其实可能已经平复了下来 那所以呢 真真正正呢 就是 发烧抽筋的小朋友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五岁以下 比较稍为多一些的 那也都不会 随着燃灵增长 也会多一些的 那当然呢 很多时候呢 有些人呢 因为小时候 曾经出现过发烧抽筋 那开始呢 医生就开始就用一些 抗抽筋药了 那些药 或者其他的药 就是以防万一 希望他不要再出现呢 其实这个是非常之非常之不致的 因为大部分呢 他可能呢 不会再抽筋的 OK 那但是这些这样的药呢 是长期用这些 这样的抗抽筋的药物呢 是会令到 那些人的行为会改变的 OK 那就算在医学界呢 在医生里面呢 都没有办法 就是大家有个共识呢 是如何去处理这些 这样的发烧抽筋的 那我也都知道呢 这些发烧抽筋药呢 本身呢也都会导致 可以伤我们的肝 动物研究呢 也都发现呢 是我们的脑袋的成长呢 是会有负面的影响的 吃这些这样的抽筋药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说呢 一种的做法就是说呢 他说其实呢 间中抽筋药就有它咯 是吧 就是好过呢 就要他长期呢 是吃这些这样的药 令到他温温等等 没错 和神之不清醒 那其实来说呢 就算那肾仔可能间中会抽筋 你便接受了它咯 到时来说便处理它咯 就不需要呢 是用这些这样的抽筋药的 因为呢 甚至吃多久 是吧 那些抽筋药呢 就是 你也都不知道 他会不会继续抽筋 也都不知道吃多久 是吧 那所以这些这样的药呢 很多时候呢 譬如Phenobarbital呢 就会过分刺激这个肾仔 那令到他人呢 是静了下来的 静了呢 可以这样说呢 平时一个 可能很活药的小孩呢 吃了这些抽筋药呢 整个变成呆滞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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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也都知道呢 这个抽筋的时候呢 就是间中性的抽筋呢 其实呢 也都没有什么 就是长久的 的 的伤害的 所以Manderson 他自己这样说 虽然他读书的时候呢 一般的 儿科的 教授的过程呢 都是用这些这样的手法 用这些这样的抗 抗 抽筋药的 那他自己呢 都停止用这种 那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发生这些事 那样 你去过医生那里 那儿 那儿 那些这样的抗抽筋药 那你自己要考虑了 就是你到底接不接受呢 那那当然啦 那如果你说 就是质疑这个 儿科医生 所做的这种做法呢 那他可能你 就是 可能都不会理你 也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可能很无奈 或者很没礼貌地 你都不能处理了他 那 那所以呢 其实你都没有什么办法 跟他咬这些问题的 那你很可能呢 就是 拿了这个 就是 再问一问其他医生 那你未曾去配药之前 你未拿着这张药方 去问一下其他医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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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啦 如果你的儿子 或者女儿 就是出现这些 发烧导致的抽筋 那第一件事 就不要 不要怕 不要发光 那当然 这个是说容易 就是 如果你真的见到 那些儿子 在你面前 抽筋的时候 其实都挺可怕的 那但是你最重要 告诉自己 其实呢 这些抽筋呢 是不会 就是不会 不会死亡的 那也都不会有些 什么的 身体的 破坏力的 那所以呢 你自己的需要 就做好些事情 就保护你的儿子 不要 就是不要抽筋的 过程里面 是受伤的 那当然 那一件事呢 就转到这个情况 就把沈蚊仔 放下在那个打七分 就是让他 就不要因为抽筋 那些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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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就打七分 打了侧 那也都没有所谓的 那也都要 要将他放在地方 就防止他 他可能的头 会撞到一些 硬物或者 自然的物质 因为他可能会 就是身体 可能会摸摸摸摸摸 那所以呢 要将他 是放置的地方 安全的 他不会撞到自己的 那也都要看真些 他会不会在过程里面 是不能吸气的 那 那 通常呢 如果他会咬牙咬都很厉害 那你可以 捲一个毛巾 就是 捲一个毛巾 就是 就是 塞到他的口 那有时候 那些人呢 可以扔个荷包 就是有时候你街边出现的时候 你手里面未必有毛巾 那样 就是荷包骯髒一点 那也好 那也好 那些人呢 就会用一些匙巾的 但是匙巾其实都挺硬的 那可能会咬坏了一些牙的 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怎么处理它 那 那大部分的这些所谓的发烧呢 其实都不会 就是持续多过几分钟的 那 那 那当然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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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受了伤的 所以在这些所谓初生婴儿 其实是很不尋常的 初生婴儿很少发烧 我觉得你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自己安心也好 就带他去看医生 通常很可能都没什么 第一 第二点 如果身分仔比较大 其实是不需要叫医生的 除非发烧是持续 三天完全没有低过 一般的发烧都会高下低下 身分仔处的时候 入口就会低一点 晚上就高一点 如果你发现发烧 就是连续三天到 或者三天之内 完全没有低过的时候 或者其他的症状 比如嘔吐 呼吸困难 或者咳得很厉害 几天咳咳 还有其他的症状 似乎和伤风感 不只是因为伤风感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应该去考虑去看医生 有时当身分仔很紧疹 可能神志不清 集中力差 在某个程度上 他的行为 给你感觉他真的挺病 这个情况之后 你就要去看医生 第三 如果你的身分仔出现呼吸困难 或者不断嘔吐 就算他有没有发烧也好 其实当时你应该都要去找医生 就是说 不要因为发烧 就算发烧多高也好 多低也好 如果出现这种症状 应该要立刻去找医生去看医生 第四 他说 有时有些人 发烧又尖寒 又发热 又发冷 在这种情况之后 就不要一发冷的时候 就马上去盖多几张皮 他说 因为不会有帮助 为什么我们发烧 有时会有尖寒尖 又热又冷 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 身体一种适应 一个机制来的 所以有时身体会感觉到很寒冷 就不是代表他真的好冷 所以不应该当时 是帮助他盖皮 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当然 如果生分仔发烧 通常就叫他尽量休息 但也不要太紧张 迫他去床 不让他出来 迫他在室内 有时如果外面的天气是OK的 舒服的 有时在户外 有些新鲜空气 小小活动 其实会令到他开心些 其实都是无外 也不会令到他病得更加严重 所以这种情况之后 没所谓 他就出去逛街 也不是那么大问题 如果有时感觉 发烧不是因为一般性的感染 可能是因为中暑 或者是中毒 当然 这种情况之后 就快去急症室 有时有些人说 发烧的时候应不应该吃东西 有些人说发烧的时候应不应该吃东西 因为始终宗室发烧过程里面 他身体有很多要补充身体的蛋白质 脂肪和炭水化合物 因为在过程里面 他消耗很多 所以如果室室在这个发烧的时候 应该是要补充些营养给他 比如果汁 当然你知道 这位Mendoza是犹太医生 就算你不是犹太人也好 你也可以试试喝鸡汤 最后他说 因为室室发烧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是 有没有脱水这个问题 所以最重要最重要 你要让他喝足够的补充水分 他喝什么水都好 你都要让他去用 这个是最有用的 简单的工具 明白了 Dr.Madison 这本书很清晰地介绍了 如何处理发烧 同类疗法 我知道应该有很多疗势 可以处理到 有点问 既然发烧是一个朋友 我需不需要处理它 同类疗法 主理发烧 用的疗势 是有很多 也非常有效的 但是我们会用 我们会用的 因为同类疗法 不是按照那个烧 同类疗法 是医治身体的病 等于帮助你的身体 医治病之后 你就不会发烧 所以在同类疗法里面 有很多疗势 对方来说 帮助发烧 感谢您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